原本我想请他跳下桥的 结果他卡在这里了 虽然一直防御反击就可以赢了 不过是有点无聊 在这边打一下 反一下 滚一下 然后等精力回了 再过去挡一下 反一下 滚一下 是 确实有点无聊 隔挡 不过没怎么练过 那就用战技 看两下伤害也是挺高的 你怎么下去了 我要上去 我要上去 别别别别 赶快上回去 还在这发呆 要是他不卡在那了 不就完了 没得完了 到了到了 看下他还在那 卡着 嗯 没卡了 那就 只能下马慢慢打了 来一下岩石树吸引一下注意 然后用反击慢慢打就好了 根本不用慌 这边砍一下 滚一下 然后等精力回再继续打 我刚刚卡着的时候也没什么区别 主要黑夜骑兵极大部分的时候 前摇后摇都很长 所以只要注意一下走位 是很简单就可以打赢的一个怪 这边打一下 反一下 这边再退一下等精力 然后这边走位躲一下 在他马前面 他没法打中我 我再砍一下 他在这边再打一下 我再反一下 哎 马死了 直接过去给他 出 拔出一把刀 还有一丝血 你在一光年外看到这场景 就叫做 巴斯光年 其实你练好了 拿个特大武器在那跳坯 全程跳坯都能赢 我刘里头